Hello 大家好 我是JJ林俊杰 说到许桓亮老师呢 他应该可以算是我在这个圈子 这个音乐道路上最感激的一位老师了 因为我记得从我在念书的时候 参加歌唱比赛跟参加歌唱训练班的时候 他发掘了我 他给了我很多的期待 然后给了我第一次的机会 能够有机会可以写歌唱歌 到今天那歌手 一切都是桓亮老师的一首宝版 所以其实除了很多感谢之外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一个人 说到许桓亮的名字呢 很多艺人很多海地的歌手都会又爱又恨 因为在录音室呢 他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又是一个诗子座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自己不要什么的人 所以在录音室里面 他都会很清楚的跟歌手们沟通 如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还好我比较了解桓亮老师 所以我每次在录音室里面我都跟他比较有互动 而且他也很懂得我怎么发我 内心深处最感动的人那一块把它挖出来 他都会跟我讲故事 他在录音室里面一定会跟你讲故事 所以可能我们都听过一样的故事很多次了 但是至少在那个环境里面讲 听他讲故事其实蛮美的 蛮浪漫的 讲的故事 他会刺痛你的一些回忆跟一些感情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事情 然后让你能够唱的时候是很有画面感的 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很好合作的一个老师 不会到合作的时候 或者一录音的时候很害怕 因为他还是有他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这个气氛比较和解一点 然后我觉得我这几年来 其实跟桓亮老师合作过很多首经典作品 其实基本上 应该最受欢迎的歌曲都是续桓亮一首包饭 他当我的制作人 我们把这首歌 每一首歌的 歌曲的制作一步一步去把它完成 包括像江南 包括像《一切与你以后》 包括像我很多的《七屆》 很多很多 都是大家认为标准这一件事的情歌 其实是我跟桓亮老师一起塑造出来的 这家新专辑也是一样 这家新专辑虽然已经不再很连音乐 可是呢我还是希望可以一直保留这跟桓亮老师的这种 很好的音乐人跟音乐人之间的合作 包括像师徒这样的一个继续的合作 希望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每一张传辑都可以有 旭花亮老师的这个指点 感谢大家 继续来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